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了你的事情 所以我特意去查了一下关于崖山宝殿的事情 根据顾文敏的描述 我总算知道了这个崖山宝殿的真面目 它藏得很深 顾文敏也是动用很多关系 才从一份考古档案里查到了一些线索 由于它是负责文物侦破案件的 因此在这方面有很多门道 它将一份用A4纸复印出的资料交给了我 示意我掀开上面的信息 纸上是一段采访记录 此采访非彼采访 这里采访指的是考古队员在考证某些线索时 通过各种方法收集的一些资料 即采集的资料和民间的访问 这份采访资料来自于广东宝西乡 一个叫上窑村的地方 窑指的是道家一卦之中 构成基本卦象的阴窑和阳窑 这个字在一些玄学典籍中常见 但大部分普通人很少会用到这个字 因此呢 这个上窑村 我只看它的名字便知道 这个村子的背后 或者是说那个地方 肯定有一段隐秘的历史 广西又名八贵 据说是因为公元前214年 秦始皇一统六国之后 收百岳之地 设桂林 象郡 南海三郡 广西和滇地接壤 也是一个多民族聚集地 其中以壮族为罪 因此全称是广西壮族自治州 自古以来 八贵一带 古国众多 由于贵地的人多为百岳族 因此史书将其称为百岳 所以现在的壮族人 就是古代百岳部族 西欧和洛岳之系的后裔 这片大地上 兴起过无数大大小小的诸侯国 这份考古资料 起因于考古队当时 要寻找的一个叫洛岳的古国 洛岳人活动的时代 大致是从战国至东汉时期 在历史上又常语西欧 并称为欧洛 古洛岳国面积辽阔 西起云南 东至广东 后也因为汉朝扫纳天下 而逐渐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 因此对于洛岳文化的谜团 一直有不少相关工作人员在寻找着 当时一支考古队到了上瑶村采访 离奇的是 他们没有访问到关于洛岳的蛛丝马迹 反而打听到了一个奇怪的传说 据说上瑶村距离不过四五里的地方 那一片是环形山 入山的通道只有一个 被换作一线天 据说那环形山其实并非是真正的山 而是后期人工积累出来的土墩子 那么多土又是从哪来的 当地民间传说 曾经朝廷派人在此开矿 后来矿挖完了 又在此地建了一个名叫 牙山宝殿的地方 牙呢是牙齿的牙 壮族没有自己的文字 后世多引用汉字 有些老一辈人半调子水平 经常把字给弄错了 这个牙山宝殿是用来干什么的 这牵扯到一个很诡异的传说了 相传呢那支军队在挖矿过程中 忽然挖出一股冒着黑烟的黄汤水 那股黄水瞬间淹没人的小腿 黑烟弥漫天昏地暗 就在朦胧的黑烟之中 一座造型精美 巧夺天宫 广阔无比的宝殿 出现在众人的眼中 有人立刻意识到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黄泉水和阴丝宝殿吗 挖矿莫非惊动了黄泉地脉 没多久黑烟散去 黄塘重新流入地底 土崩石散 矿脉也完全被淹没了 当时的挖矿队伍中 还有一个叫监管矿运的奇人 叫做吴燕石 是当时著名的风水大家 听闻此事之后 便禁言说挖掘矿脉 动了地底阴气 恐怕会引起阴丝的不满 需修建一座阴丝宝殿 一共鬼神出入 那宝殿造型便是按照 黑烟中出现的阴丝宝殿 所铸造的 宝殿修建好之后 便下令当时周围的人 不得靠近那宝殿附近 据说上瑶村古时候 原本就住在那附近的 是被迫搬迁 才到了现在所住的地方 这便是资料上全部内容了 见我看完 顾文敏说 你有什么看法 我忍不住敲了敲桌子 说 有两点 第一 这地方明朝时期 曾经开发过矿迈 应该也是和格格尔公主墓的 地藏王菩萨像有关 第二 这地方不是古墓 而是一个所谓的 仿造阴丝宝殿而建的建筑群 那地方能有什么呀 我爷爷当年 为什么会被吸引过去 这个崖山宝殿 和我要寻找的崖山宝殿 是不是同一个呀 古文敏点了点头 说 在格格尔公主的时间上 宝殿的建筑时间是吻合的 至于它究竟存不存在 我对此进行过打听 你猜我打听到了什么 看着顾文敏严肃的神情 我瞇了瞇一眼 示意它接着往下说 顾文敏说 那支考古队 听到这么离奇的事情 当然要去查看一番呢 结果一行六人 五个失踪了 只剩下一个 那个人还疯了 在精神病院住了十二年 最后呢 也死了 我心中咯噔了一下 疯了 怎么回事 顾文敏压低声音说 我还去访问过 当时那间精神病院的医生 据说 那个疯了的人 入院进行病情回顾时 说了一些非常可怕的话 我将这些话记录了下来 说着 递给我另外一张纸 上面是漂亮的手写字 因为有些精神病 是在某种巨大刺激之后产生的 因此在治疗上 有病情回顾法 即一张病人回忆那段 是他受到刺激的经历 可以想象 顾文敏为了能弄清楚 崖山宝殿的事情 必然是奔波了很久 我心中自然感动 便顺着指往下看 上面是一段 顾文敏所记录的 医生和病人的对话 医生说 你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这里吗 病人说 我知道 我没疯 几乎大部分精神病人 都会这么说 医生继续问 你还回忆得起 在进入医院之前 你遭遇了什么 觉得 我们进了山 然后呢 山里有什么 山里什么也没有 医生皱了皱眉 换了个方法问 山里肯定有一些东西 比如鸟 野兽 你和你的同伴 你们在里面 经历过什么 病人脸色 变得很是惊恐 他们消失了 被吃掉了 医生用钢笔 敲了敲桌子 觉得这个人 精神受得很大刺激 情况非常严重 说话完全没有逻辑 对于靠病情回顾 使之好转的希望不大 但精神病人的胡言乱语 其实是一种 潜意识层面的表达 因此 医生继续问 那么 他们是怎么被吃掉的 被什么东西吃掉的 为什么你没有被吃掉 接连三个问题 病人有些反应不过来 皱着眉毛思考 片刻之后 修述了一段 语无伦次的古怪经历 那里有一座房子 他们被房子吃掉了 我一直跑 地面上有很多房子 每个房子都长了眼睛 然后我从地上 掉到了天上 医生一脸无语 熏语 整理了思路 医生耐着心 继续问 吃掉他们的是什么样的房子 对于病人的这段话 医生是完全不信的 这些都是病人的异想 但异想的具体形象 有时候也表达着 病人的内心状况 因此他问了一个 在外行人看来 很莫名其妙的问题 让递给病人一张纸 紧接着 病人画了一幅奇怪的画 这个画 老医生记忆犹新 因此他画给顾文敏 而顾文敏 此刻将他画在 我手里的纸上 那根本不是一座房子 而是一张尖尖的脸 像狐狸 打张着嘴 嘴里有几个黑点 我问顾文敏 这几个黑点 代表什么意思 顾文敏摇里摇头说 不知道 医生当时也问过这个问题 但没有得到答案 不过 他似乎有自己的想法 歪着头 盯着那个古怪的房子 说 黑点一共有五个 我怀疑 是代表着 被吃掉的五个人 考古队的人就这么消失了 难道后来没有人去搜救过吗 顾文敏摇里摇头 我也追查过 但这件事情 似乎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或许后来还发生过什么 但没有找到相关记录 顿了顿 他说 你一定会去 对不对 他很了解我 就算只有十分之一的机会 我也必须要去确认 于是我点了点头 顾文敏说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是我 不是我们 文敏 我知道你的意思 但我不能再让你 跟着我冒险了 我并不是为了你一个人 作为一名人民公仆 我有义务查清楚 当年那只考古队失踪的原因 我知道他只是在找借口 但顾大美女的性格 我很清楚 他不会胡乱做决定的 但决定的事情 是几头牛也拉不回 事到如今 也只能再走一趟了 等我们俩讨论完这些事情 出去时 萧静正缠着豆腐问东问西 豆腐被缠得不行 一见我出来 立刻逮到旧星似的 就说 他在认你的男人 有什么问题 你问他呀 事到如今 我也不打算隐瞒了 但萧静毕竟是个局外人 有很多事情 他知道了反而是不好 于是我隐藏了一些东西 只说自己要去寻找爷爷 萧静信以为真 立刻说 我也跟你去 您刚才听到的是 盗墓首扎 下集更精彩 第五点 第二次 最经许的 并非 并非 没有 最经许的 翻译